就是它是一圈然後就是很大的黑洞 就是有一種很暗黑的恐懼籠罩你的感覺 到那個黑洞的一半就不敢再下去了 因為就覺得那個底有點可怕 可以把那個底棒看起來 就算了 不可以喝一點 就是什麼 就算了 OSHI 我看不見你 我也看不見你 我看看 你 我们一起潜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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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说先下去11米就好 结果想说欸 气还很多欸 就直接下去21米 然后就摸到地板 没有它是头去摸到地板 因为我的手忘记伸直了 我一直很专注在做平压 跟看自己还有没有气这件事情 然后我手就忘记了 然后我就是手直接伸到地板 我觉得那个黑洞下去感觉真的太可怕了 那个压迫感 就是它是一圈然后就是很大的黑洞 就是有一种很暗黑的恐惧笼罩你的感觉 所以他们下去的时候上面的人 其实也看不太到他们的身影 下去那个黑洞的话就需要有人介护 是下去的时候其实 没有卡屏牙器也还很够 但是因为就是恐惧感 就是到那个黑洞的一半就不敢再下去了 因为就觉得那个底有点可怕 但第二次就成功了 我今天总共下了 我忘了也几次了 四次 四次 第一次失败 后来三次成功 21米 小特斯 真的太巧 哦 那浅立方的话 平数可能没有这么多 这么大 但是它的深度是够的 所以要玩深度的人可以去浅立方 就是没有办法去海边的话 水温是比较适中 就是穿比基尼也不会太冷 就是一个半小时很OK的 很温暖完全 不会论